人与人相处 人者待人 言语占的分量太重太重了 所以儒家教学 言语列在重要的科目上 夫子教学四个科目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由此可知 他把言语看得多么重 言语是德行的表现 看你的言语 看你的表态 看你的动作 你德行的高低 是一目了然 我们要怎样修得 乐意德及功 这是佛菩萨在经论里面 常常 祝福教导 我们 教会里头 说的很多 祝福 祝福菩萨 又做出榜样 来给我们看 柔火爱语 这是计重 我们亲近善知识 我们亲近善知识 我过去亲近张家大死 李宾 我们站在旁边观察 他接待 宾客 接待来许 我们看了 深受感动 在这个里面学习 亲近他的学生 对学生 跟对大众不一样 严厉的教训 对学生有 常常有 但是 对大众没有 学生 老是有责任 帮助他 成就他 看到他有过时 决定要说 从前老师给我们讲 说过时的人 谁愿意说人过时 谁愿意 给人家做冤家对头 聪明人 有学问的人 绝不干这个事情 给人借善语 绝不给人借卧运 你有过时 不会有人说的 说你过时 说你过时 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你的父母 一个是你的老师 朋友 同学 说过时 也是一而在 顶多讲两次 不会讲第三次 两次你不改 第三次也不说了 为什么 说了就变成冤家了 那怎么对你呢 敬而远之 什么叫远之 远之是 不与你共思 你在社会上 做任何事业 得不到别人帮助 你所得到的 是与你有厉害关系的 道义的朋友 你一个都没有啊 所以 德行言语 不能不许 有来自然的 不要 不许 有来自然的 不许 不许